1961年今日中国西藏实行新政策 数以百计农民获得通知参加一次会议 在会上中国官员将充公地主得来的土地 分合给以前为那些地主工作的农民 对这些农民来说能够拥有自己的耕地 是最值得高兴的事 1992年今日立法局经过五小时的辩论 终于以十多票之差否决了彭震海 促进港府暂时各自输入劳工政策的动议 在这次辩论之前 大约600个来自200多个工会的代表 已经聚集在立法局外面 要求议员支持动议 当他们知道动议被否决都非常不满 并且环绕立法局游行高呼口号抗议官商勾结 中审法院在1999年今天裁定 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 不论是分生或是非分生 出生的时候 父或母是否是香港永久居民 都享有居港权 不过特区政府 随即请人大就基本法有关居港权的裁决 作出解释 人大其后释法 推翻之前终审法院的裁决 不过在裁决之前 已经来香港 并登记的人就不受到影响 而在2002年1月 终审法院作出最后判决 只凡未在终审法院 1999年1月判决之前 向当局正式申请 或是出生的时候 父母仍然未是香港永久居民的案例 都属于败宿 当事人不能留在香港 2009年1月29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他不点名批评美国 长期低储蓄 高消费的发展模式 和金融监管能力 追悟上行业发展等问题 导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他就解决危机 和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 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防范金融风险扩散 和建立公正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